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工人可以在生产各种产品的工厂,在建设工地和在加工企业找到薪酬不错的工作。 但是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健康保险和优厚的退休待遇都对工厂的收益产生了冲击。 大批企业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较为廉价的国家去了。 俄亥俄居民62岁的贺比梅斯就是下岗群体中的一员。 我一直在努力弄清什么是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但到现在还没答案。 一般来说,人们广泛认为自动化扼杀了一度薪资充裕的劳动岗位。 很多人说,机器人会取代人类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机器人只是在优化我们所做的工作。 经济学者说,答案可能就在传统的学徒概念中。 学徒就是通过课堂学习和上岗实践,补充技术岗位的劳动大军。 在丹麦等国家,这个传统挽救了大批可能会流失到海外的工作机会。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丹麦的工作机会加起来比15年前还要多。 2016年,美国有1亿4600万个职位空缺,但只有50万个由学徒填补。 机器人技术学徒,37岁的AJ.舍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说,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学徒。 很多美国工厂现在就提供学徒机会,但是这个制度在全美扎根需要政府增加拨款。 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此展开辩论。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